从娱乐到全球商贸到个人银行 网络犯罪无所不在 从索尼影业被黑时间到身份盗用 每天都有机密信息失窃 在纽约的网络安全论坛上 全球网络安全专家汤姆·帕特森说 下一个被盗的会是个人健康信息 如果你开始做网上医保 那你得当心那些信息别被人盗取 从手机上盗取的一个人的健康档案 可以卖50或60美元 这就是今年有人想要盗取的 往后也会如此 大型零售商塔吉特和尼曼集团 被黑客入侵过 美国大通银行 甚至白宫的一个很小的部门 最近也遭黑客入侵 联邦调查局的网络专家 奥斯汀·伯格拉斯说 很多时候无辜的员工不小心引狼入室 无论这些机构花了多少钱用于网络安全 最后点了恶意链接的总是员工或者终端用户 来自50个国家的代表参加了这个网络安全论坛 德国网络犯罪调查局局长 卡尔斯腾·梅沃斯说 网络犯罪分子几乎不用费什么力气 他只要一个好的技术架构 一个服务器就可以了 非常容易 比如他只需要通过垃圾邮件群 发恶意代码 就可以控制那些电脑了 除了那些成为新闻的大型黑客事件 比如黑客因赛斯·罗根的喜剧电影采访 而攻击索尼影业 或者攻击微软和索尼的游戏平台 导致他们的服务中断 黑客甚至还入侵个人的航空里程奖励账户 德勤网络风险管理服务的主管 玛丽·加里根说 归根结底可能是个人责任问题 我们要开始考虑我们自己应该做什么 来保护我们的信息 我们指望美国企业界保护我们的信息 可我们连最简单的安全防范措施都不愿做 加里根表示 个人必须面对互联网上的一切 都会被公开的这种可能 并且采取相应行动 美国之音 舒斯曼 纽约报道 V.O.A. News New York